广东省湛江市麻璋镇麦河村此前默默无闻 但是自从全红禅2021年夺得奥运冠军开始 这个村庄成为了体育圈的著名村庄 曾经有一段时间 这里成为许多网红的打卡地点 两年过去了 麦河村借助全红禅的影响力在快速发展 近日 麦河村在村口力标接牌 树立了一个大型村民标志 用红色字体书写了麦河村 而且村民上有奥运五环标志 这时特意宣扬麦河村诞生了奥运冠军 麦河村举办了街牌仪式 请了武士队进行武士庆祝 还燃放了鞭炮 不得不说 因为全红禅的崛起 整个麦河村的面貌改变了 这两年 麦河村修了公路和围墙 交通便利了许多 而且村庄也变得整洁干净了许多 最重要的是 全村的农产品经济效益 发展迅速 麦河村总面积6.46平方公里 其中居住面积0.8平方公里 耕地面积4300亩 村民主要种植各种水果 蔬菜 全红禅的哥哥 就在村里做农产品销售生意 他们的农产品 不光是自己村里的 还收购了别的村镇的农产品 形成了规模效益 全红禅一家依然辛勤劳作 他的爸爸妈妈还是住在果园 照料田地 果树 并且养了不少家情 全红禅这两年拿了不少冠军 奖金也有不少了 但是全家 没有追求物质生活 还是过着简朴的生活 全红禅一家的心态也没有变 和村里的人和睦相处 但很显然 因为全红禅的崛起 麦河村焕然一新 除了收入增加外 他们的精神和思想也在进步 向奥运冠军的奋斗精神看齐 麦河村有不少小孩 去了湛江体校训练 目前全红禅的妹妹全红桃 以及弟弟全静鹏 依然在湛江体校 表面上来看 全红禅并没有亲手为麦河村 做什么大事情 但是他带来的奥运冠军影响力 和精神效应 已经深深影响了全村人 让他们更加奋发向上 精神力量是无穷的 榜样的力量是巨大的 全红禅成为了全村的偶像 他们也成为了全红禅的坚强后盾 全红禅如今到了 巴黎奥运周期的冲刺阶段 16岁的他状态出现了波动 夺得亚运冠军之后 却在全国跳水锦标赛 和市井赛选拔赛第二战 连续输给陈玉希 期待他在未来几个月 沉浸下来好好训练 并且恢复身体 在巴黎奥运会再次绽放吧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